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收看央视读书精选 2023年度十大好书 及十大红书揭晓典礼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春节好 欢迎来到央视读书精选 2023年度十大好书 和十大同书的揭晓典礼现场 我们继续来揭晓 2023年度央视读书精选 十大同书 请看大屏幕 中国文物修复与文化传承丛书 这是一套以文物保护与修复为主题的原创绘本 一件文物的修复 一个新鲜有趣的故事 向孩子讲述中国的历史与文化 传递工匠精神 有请中国文物修复与文化传承系列 从书出版方 天天出版社社长 王威 总编辑张云涛 编辑代表 陈沙 崔玄子 上台领奖 来 大家给他们掌声 做这套绘本 中国荣誉 祝贺你们 我们来合影留念 这套书其实是文物修复 修各种文物 古籍 长城 然后青铜器 什么都有 怎么能跟孩子们讲清楚呢 这也是个难题 我们今天就现场 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特别请来了 一位文物修复师 也是古籍修复师 有请中国书店 古籍修复中心主任 北京西城 区籍非仪代表性传承人 徐小敬 徐老师 这本书里面 它展示了好多的 修复古籍的工具 您都给我们带来了吗 带来了 这是壁床 用来固定毛笔的壁床 这样用 还有镊子 镊子 竹起子 什么起子 钢锥 还有小针锥 还有剪刀 还有这个锤子 还有棕刷 这个是我们常用的一种 古籍修复的纸张 这个纸张是根据 原书液来配的 宋版明代课的书 里面那些洞是 就是虫子给咬的 对 虫子咬的 我们补的时候补反面 然后用小喷壶给它 稍微地喷一点水 我们会用酱壶 作为粘合剂 给它修补 对 就在破损的地方 涂抹上这个酱壶 然后再把这纸给沾上 是的 一定要是撕边 给它撕出这种纸的纤维 这一个重铸 算修补完了 我们看这一个重铸 就修复好了 所以这本书就是用这种 很细的粒子 告诉小朋友们 怎么来修复古籍 这本书对大众的小朋友来说 对他们了解 这个背移技术 国家的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说 有一定的帮助 有一定的意义 所以我觉得可以通过这本书 让他们从里面的一点一滴 一个动作 一个工具 一个材料 我希望能够引起小朋友的重视 引起他们的好奇心 感声感谢徐老师 给我们精彩的展示 谢谢您 好 我们再继续描 我们的央视读书精选 2023年度 十大童书的最后一本 请看大屏幕 院士解锁中国科技丛书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有限公司总经理 马兴明上台 好 我们给钟哲 一点掌声吧 祝贺 好 我们欢迎你念 院士解锁中国科技这套书 院士解锁中国科技这套书 是17位院士 从16个领域为孩子们写的 这种科普的小书 图文并茂 非常的好看 他们通过视频 也表达了他们的感想和祝福 我们看一看 很高兴 院士解锁中国科技这套重书 能够获得了十大童书的称号 我很高兴 院士解锁中国科技这套重书 能够获得十大童书的称号 我很开心 院士解锁中国科技这套书 获得了十大童书的称号 希望我竹笔的看得见的信息世界 这本书能够在孩子的心中 种下信息科学的种子 播撒在孩子们的心田 让它能够转化成参天大树 希望孩子们读了这套重书以后 能够爱科学 学科学 成为未来的科学家 鹅乱春的雄走在森林里 低头看见小虫子散布在草地 恐龙流鼻涕 战胜了自己 欲言飞跃中 周先俯瞰着大地 大滴滴 大滴滴 意味着书籍 大滴滴 大滴滴 我钻到树叶里 大滴滴 大滴滴 跑进图画里 大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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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新在蚊子的 国度里 外婆变成妈妈 那也没关系 我和爸爸逛吧茶 买个时光机 今天在等待着明天的诗句 百年百首 同时自样小小的身体 大滴滴 大滴滴 以为可书籍 大滴滴 大滴滴 我钻到树叶里 大滴滴 大滴滴 跑进图画里 大滴滴 大滴滴 穿新在蚊子的 国度里 原始 了不起 解锁中博科技 大手拿着销售 刻铺着兴趣 中国的文物秀 浮传成优虚 秀后过去的一生 实在了不起 大滴滴 大滴滴 以为可书籍 大滴滴 大滴滴 我钻到树叶里 大滴滴 大滴滴 跑进图画里 大滴滴 大滴滴 穿新在蚊子的 国度里 老抵滴滴 大滴滴 听con 你 能不能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